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3月20日 车路士辉均强拆米宝 星期日凌晨 英格兰足总盃半准决赛先赛一场 届时米道士堡 将在主场迎战英超豪门车路士 本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身为英冠球队 米道士堡今届足总盃以黑马姿态 跑到来八强实熟不容易 不过可惜他们即将要面对势头超旺 而且渴望在足总盃上有所斩获的南军 就算在这个阶段出局绝对不失礼 米道士堡今季英冠成绩可圈可点 从目前积分和排名情况来看 他们正是争夺参加升班赴加赛赛资格 冲刺阶段最后 剩下不够十场没太多犯错的余地 经过拳宠 对足总盃更进一步的想法 可能会有所变淡 回估近方走势 米道士堡最近四场联赛 陆得两胜一和一负 状态差强人意 今次要对阵班底水准 比自己高出 不止一个档次的英超豪门 估计难有作为 留意之前足总盃的战况 米道士堡进级到今个阶段 可谓含金量十足 要知道他们在第四圈先是通过十二码阶段淘汰曼联 上一圈就在加时力黑热池 众所周知 这两个对手 在英超都占据了很高的地位 再次印证了一句老生常谈的话 足总盃在爆冷温床 不过通常好运气 总有抬尽的时候 米道士堡近年同车路士交锋败迹籍类类 2007年至今 七次在英超 同时一次在足总盃2012-13界第五圈 米道士堡八场全败 还要没有一个入球 无疑是一面倒的对阵形势 相比之下 车路士近大半个月时间多线作战 实属马不停蹄 英联杯决赛败不后 南军由于被彻底打醒 足总盃 联赛同埋勾冠联 各项赛事豪取五连胜 相当提升士气的一段小高潮 德国球星卡尔夏维斯系 近期被提及相当频繁的名 上轮英超车仔 就是凭着他的绝杀 1比0小胜风投正胜的纽卡素 球员最近五场英超联赛 送出五个入球 同一次助攻 不知道道查今次会否继续派遣这名同胞上阵 毕竟早前频密上阵 多少亦需要轮休保存状态 而除了卡尔夏维斯之外 劳卡古和添武华拿都值得期待 这两名前锋在今届足总盃 各自都已经贡献两个入球 后者另外还有两次助攻 他们是车仔继身度半准决赛的主要功臣 论目前在英超的形势 车仔稳居联赛第三 反正没有增前四压力 而增冠又远未跟自己挂勾 不妨专注于禅联勾贯联 还有英格兰足总盃 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两届足总盃车仔都能杀入决赛 非常遗憾先后输给亚仙奴和李斯特城 心底里怀着渴望而战 相信在遇到真正分量相当的对手之前 车仔不会止暴征程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